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国足球这个英超很能够加入不销 在中国球迷的游戏 那我想说的是几点 比如说你要去看英超 你必须要先有一个会员资格 就是在英国你要先有一个资格 你才能做这件事情 这是在英国一个特别繁琐的一个体系 就你要先加入他的球迷俱乐部 或者有一个球迷的身份 你才有资格去买票 在起码我那个球迷的时间 比如说英超你要看比如说曼联 你最好是找到一个曼联 有会员资格的一个朋友 然后就帮你买一张票 或者你在网上去买也行 就千万别傻到今天有场球 我就到那个门口去买票 这个基本上是没戏的 你甭想了 不是这么干的 然后呢还有就是英国足球文化 我觉得上一阵世界堆 200个俄罗斯球迷把多少个英国球迷给干了 然后呢这个事件 我看这个英国媒体还是有报道的 就是还生 我跟你说英国人特别无聊 有种东西要英式幽默 就是英国人反正闲得也没事 是吧每天三四点下班 每天喝喝茶就过了 然后就特别无聊 然后就有个文章去分析 为什么我们英国球迷 这么多干不过俄罗斯球迷 后来英国媒体总结了一下 英国人酒量差 喝两杯啤酒 基本上就软了 不管是哪软 反正就是软了 但是俄罗斯人不不一样吗 俄罗斯人给他喝的是Vodka 是不是 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认识的所有的好看的姑娘 这个我们下一集会说的 都是东欧的 然后呢人家喝酒 女生啊女生啊 喝酒福特加 我们喝可能是倒一点 像敏一口 人家姑娘 东欧的 直接是拿起伏特加 呼呼呼 又撑 就这样的 然后你知道就是 然后就这样男生 喝酒啊这样 气势上就把那帮英国球迷给吓到了 人家英国球迷喝醉就 然后人家喝醉就是 完全不一样的战斗等级 再来就是说英国人啊 因为长期从古代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战斗 或者比较大 然后平时生活呢 也是就是特别安逸 没时零零救济精啊 没时就喝茶呀 唠唠嗑呀 就装装茶呀 是吧 俄罗斯人也不一样啊 没时这个后院 就来只灰熊 什么的是不是 然后就反正整个人 然后列举了很多 然后就说嗯 我们干不过人家 我们足球给踢过人家呀 对不对 然后就对这个文章是这样 然后呢我再讲一个 我自己在英国看球的吧 因为我自己其实讲的良心 我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这个球迷啊 我喜欢篮球 但我觉得来英国总归得感受一下吧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跟我的一个 英国的这个 领工学校去看球 然后还有我一个 中国的一个同学 那天是我记得是曼联打切尔西 我朋友是切尔西球迷 然后我就那我就就切尔西球迷吧 是吧我反正也不是真球迷是吧 我是来抽热了呢是吧 但是我那个我那个town 我那个town 基本上百分之八十都是曼联球迷 然后我们就哎去了 然后我就 我们每人点了一杯叫guinness 这个我们回头会去聊到英国的酒 因为我全酒吧 只有我跟他两个中国人 然后是支持切尔西的 只要切尔西什么断球我们就 因为喝了酒你知道吧 就抑制不住就顺利就 然后带我们去的那个邻居 就特别尴尬 就觉得怎么带这个敌人 来到我方阵营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一直看着周围 然后就放一下 然后其他人就 因为我们一起 e cheers e yeah 然后旁边那种 就那种 就什么鬼那种表情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关键是什么 切尔西进球 你知道吗 我是就直接这样这样站起来 yeah 这样欢呼 然后我 我的朋友呢 yeah yes 然后看周围 哎 坐下 就你这样你要想像一个酒吧 大概有一两百号人 那天就很多台电影子 就后面很安静你知道吗 我的身后很安静 然后一堆人就 回声音 然后然后 然后我就 安安静静的坐了下去 然后我就听到后面就是有人在喊 这他妈谁谁啊 给我滚出去吧 就用英文说 然后我就 然后我们 整场之后 我们再也没有发过声音 你知道吧 好像后来我忘了 我忘了是不是打平台怎么着 我们才能安全的走出来 要不然我觉得我们走太熟悉 会不会被 被 就整 我觉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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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